似乎只有个人的政治前途 而非国家的整体外交 或者是贸易利益 还没走出长寿面会选风波 徐晓星六号在国民党中央 出示的这份台湾加入 印太经济架构交涉文件 民进党痛批根本是来捣乱 这份通报表涉及到 就是我国的贸易利益 其中也清楚注明 它的秘人以及解密条件 以避免我国的贸易资讯 遭到不利的运用 第一个民进党相当的不熟悉法律 那我第一不是公务人员 第二我非因为职务关系 所取得相关资料 当然没有泄密问题 这份机密文件记录的 正是萧美琴与美方贸易代表的通话 徐晓星用他来点名萧美琴 驻美期间的战猫外交 形同纸老虎 萊猪都吃了 核食都吃了 但是IPEF相关的贸易架构 我们仍然进不去 而且驻美代表处 包含我们的行政院 对美方是用一个 卑躬屈膝的态度 夏立言去中国 甚至于被外界形容为 去中国贵 那相较之下 萧美琴大使是有尊严的 让台湾走向世界 说这个萧美琴大使 是皮条客 非常的不尊重女性 不尊重专业 不尊重外交 同一选区的对手许淑华 也抓准机会同声谴责 萧美琴驻美期间的战猫外交 力拼上甲台湾 投入二零二四选战后 却成了蓝营眼中钉 靳新闻黄旗阳谢宏睿财风报道 下载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